上一段聊到印度有些异乡情愿 那在很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又怎么看在美中的抗衡情况之下呢 因为 蓬佩奥日前批北京在南海 所有的行为统统违法之后 杜特利也已经表态了 他们说 我不愿意在这两强当中呢 去躺这个浑水 我们也不愿意得罪北京 接下来表态之后 我们就看越南跟马来西亚 又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马来西亚基本上 相对是比较温和一些的 那越南呢 目前是贷款了三亿 要建造六艘的巡逻舰 委员你来观察 越南跟日本的合作 要贷款买这巡逻舰 它的目前为止对于 相对于其他的南海地区的 渗索国家是比较激健一点吗 不过越南跟中国的冲突 相对于其他 就是我们所谓南海相关的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本来就比较积极 而且它事实上在里面 已经有采海底石油嘛 它已经有收入了 而且那个收入相当高啊 可能占GDP已经超过10人之一了 是 应该是沿岸而不是南 因为南海的 争议岛礁的附近都是火城岩 沉溪岩都是在沿岸大江河 所以那个就是 现在采出油的地方 在越南采出油的地方 都是没有争议的地方 都是没有争议的 对 而且981平台也发生过严重冲突嘛 所以 而且万安滩啊 那个争议啊 那当然就离越南非常近了 所以越南本来就是警觉心比较高了 而且中越毕竟在历史上 是有发生过战争的 千年 千年冲突 有发生过战争的 所以它的戒心始终是存在的 对 不过我们来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相对于在南沙寻岛当中 也是跟中方有些争议 但是态度比较于越南来讲 是比较低调的 这个月初他们的外长重申 不应该卷入强权的地缘争夺之中 越南准备积极一些 马来西亚相对 你觉得在降温当中吗 我觉得马哈迪本身 他基本的态度 他就是比较一个 倾向一个大亚洲主义的 一种他的地缘政治观 选前的语言到选后就调整了 有一些调整 可是他对西方是有高度戒心的 那我想尤其现在这个美国 像有川普总统这样子的一个 美国第一 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的 这种一个总统 我想跟马哈迪的基本价值 是有严重抵触的 不过马来西亚 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跟这个并不是说 没有他的作为的 那当然他最近讲这句话 是因为蓬佩奥他们这些人 美国还有在南海中开始 希望把这个事情炒热 他讲这个话 可马来西亚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他突然提了一个报告到联合国 那这个联合国报告讲的就是说 他要去讨论他在这个 南海所谓的大陆焦层的这个 这个界线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这个 200里经济海域 他已经确认是我的 因为我从我的岸边往外 那可是大陆焦层可以延伸 这大陆焦层的敏感度 就是里面的油气 里面的油跟气 在那个大陆焦层里面要踩 所以他再往外延 那当然这个就 中国大陆就抗议了 我觉得遗憾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抗议 那这个是 因为南海是我们是一直主张 是我们主权 我们一直没有 我们保持牵默 不晓得现在政府是什么一个想法 不只没有抗议 前段时间龐佩奥在讲 这个要南海仲裁的时候 我们还说这是正确的 因为仲裁的时候 我们的太平脑变成一个礁了 那这个是太荒谬了 我觉得失职 这个是失职 这个吴昭协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这是非常遗憾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 祖先黎遗留下的这个领土 神圣领土 这个不能含混 因为南海仲裁 我们并没有接受 我们不接受的 而且这里面对于我们的太平岛 也做了错误的判断 对 太平岛里面有 它是照联合海洋法公约的 121条法里面特别提到 你可以作为画设这个 疆域的基准线的 这种岛屿有三个 第一个高潮时 高潮时人高于水面 浮出水面 第二个你有这个可以sustain 你那个是自然形成 所以岛跟礁的差异性 差异性 那马来西亚事实上 我觉得他们 现在它在里面有五个礁 事实上它都已经做了建设 里面最大一个礁叫这个 老用老用 那个我们中文 黛举胶 我记得 黛举胶 黛举胶它修了一个 1500公尺的跑道 而且还盖了个三星级的旅馆 所以马来西亚是实际在做 可是它的吊子上是比较软的 这一次我觉得基本上它还是 这样讲就是不愿意跟美国的吊子走 不愿意让人家误认 我雖然在這裡面 我有爭議的領土 可是我也不要你美國人 這個在這裡面 我會跟著你走 那我不跟著你走 我基本上走我自己的路 這些發展跟演藝的狀況 跟前段時間杜特地這樣講 有沒有關聯性呢 還是就是各自 我其實應該報一個料 請 這個叫做馬來西亞 其實跟這個叫做中國大陸 這個在有關的海間的建船 有一個莫名的默契 因為大家都在爭議那個南康暗殺 你也要去這個就是巡邏 我也要巡邏 後來他們找到管道了 為什麼呢 因為巡邏大家都要有績效 都要有照片 那怎麼辦呢 你說馬國跟北京各自都要有績效 對 所以他們就一起到了那邊 你幫我照的像 我幫你照的像 然後大家就在網路上就交換 每個人往上去一看 這個照片照得真好 你們怎麼照的 你說的都是軍方照的嗎 不是 就是叫做這個都是海巡的單位 海巡的單位 這個馬來西亞是個小國 軍方去的時候也跟他們 大家心照不宣 就這樣子你幫我照 我幫你照 這效果都很好 要不然你這樣子自拍 怎麼效果好 對不對 你又要把那個南康的 那個沙要照起來 又要把船照起來 那就只能找敵人來幫你照了 但是大家就心照不宣 結果過兩天之後 大家這個搞熟了之後 他就講說你什麼時候那個要來 他說我什麼什麼要來 他說我們是不是旁靠一下 交換一下中販 你知道 然後就靠起來了 然後他就講說我們是回子 你千萬不要弄豬肉 放心 放心 不會 然後兩邊一靠 這邊就罷了 張大哥你講的是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我是跟你講真的事情 這是在這個就是叫 在那個就是 政破暗殺 不是在南康暗殺那邊 這個是人家在開會 在馬來西亞這邊 這個吉隆坡開會的時候 他們的海軍副總司令親自講出來了 旁靠的時候 然後他們交換 然後再過兩天 他就講說你們那個綠 那個咖哩太辣 我們回來吃了多拉肚子 下次要把辣度這樣 一般老百姓在支持自己的軍方 然後自己擔心說 那還為什麼台上走火 然後人家是可以交換咖哩的 不是 不但咖哩飯 他們對於這個就是解放軍 不是 就是這個海間的伙食 也相當滿意 這個中華美食 他們也相當肯定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們的官兵講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政治是大人物的事 我們是第一線 我們要只要 我們立場被退讓 我們該去巡也巡了 我們也抓到你了 我們也幫你照了照片 我們上級也很滿意 對不對 我們兩個人處得很好 我們不會擦槍走火 這不是很好嗎 中國跟大陸跟印度的 這個前線官兵就沒有這種認識 所以馬來西亞這個基本上有一句話講說 你們西洋人沒來之前 我們就要跟中國人去相處 你們西洋人將來走了之後 我們要想辦法跟他這邊相處 所以為什麼有個馬來王子的墳墓 就是說今天在山東 也就是為什麼正和下西洋的歷史的經驗 所以很多這些東西是講不出來的 但是問題是越南人跟這個中國人相處的經驗 就是非常的負面 所以我們就講戰略的思維 有一定的是文化歷史經驗 所以我今天跟你在那邊講這個報的料 其實與其前線官兵會擦槍走火 像這樣子就是相敬如賓相互互動 大家心裡有一個默契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與其讓底下的官兵在那邊 兩邊巡邊自行去打起一場戰爭 還不如他們能夠穩定和諧的 保持互動關係更好 一片祥和 大家就吃飯了 大家去吃飯了 不過馬來西亞本來就比較特殊 它本來花意有三十幾趴 現在還有二十幾趴 不過我有沒有更進一步請教 因為像越南 馬來西亞這樣立場 我們就相對更加的清楚了解 這個整個輪廓了 但是日本 日本在東北亞 現在在南海似乎也要扮演角色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越南基本上跟日本貸款 雖然是非直接官方 但也基本上就是 日本也把他舊船送給越南 是 那我要再問的就是 因為七月底美 日 澳 在南海也有一個聯合演習 然後日本的防衛大臣黑野太郎 我們不是 雖然時間討論他就是 他對於北京方面相對強硬嗎 他現在也說不排除要角逐日本的首相 你來看日本接下來會更積極的 在南海一點點上面 包括現在已經開始跟越南合作了 在未來又跟美國有合作 他們自衛隊要走到南海去的頻率 會越來越積極而且更高嗎 應該會更高 因為 因為日本今年已經確定習近平不會訪日 然後目前民調最高 我說自民黨內部是石破帽 石破帽也是鷹派 所以所有人都要跟他爭 所以大家都要強硬 安倍的民調一度跌破30 所以現在自民黨現在我認為 尤其是在川普最後這三個月 基本上會一面倒向美國去 我倒是這樣看來 就是說在日本的選舉 無論是河野太郎或者說未來 誰要進逐大會來取代安倍的話 其實國內政治的議題跟經濟的穩定 民生的安定 這個遠高於就是說南海這個議題 南海在整個就是說這個 日本的這個政治裡頭的施政的 就是目標上他其實是後面 所以他要爭取黨內的提名 然後獲得這個就是真正的 就是首相的職位 等到上任之後很可能就是 現在講狠話 是因為不要被對手找到缺點 所以真正一切要看上台之後 真正做 的確 因為像這樣的議題 在日本的關注程度 相對比較低一些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的投票率 到了大選也只不過是五六成的 更低一點點 我們回來繼續聊 全球矚目的黎巴嫩 這被魯特的大爆炸 川普馬上就說不單純 但是不單純到哪邊 現在已經隔好幾天了 沒有不單純的證據出現 我們回來聊